作词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永无一页对抗虚伪 我能够承受的狼狈 你退后的世界是不危险 解决不断才后退 风擦吹江山肖南北 师父 我们休息一下吧 天爺不要黑了 發帳篷了 腳也能走斷了 挖掘平人寵 驚雲帳八十 發寵見官國 帳百留三千 假若見屍首 攪斬不可避 無鬥貼典狀 舊作攪罪矣 舊作攪罪矣 你說 你成為了出色的訟師 必須屬個大清律例 鬥偶平相斷 鬥偶平相斷 寶孤依條理 如果身傷死 為首斬絞矣 師父 你在看什麼 天天看 怎麼這麼好看 這是紀學禮以前寫的訟詞 你和他當世齊名 你還要看他的東西 怎麼學他 這叫知己知彼 那你看出什麼 紀學禮這個人 非常厲害 連你也不是他的對手 天下間 別說打不了貪官 也別說打不敗他的對手 是呀 我最喜歡聽你說這些 師父 我們很難才能去一次京城 不如多留幾天吧 就算了 為何要殺了師父 為何要殺了師父 誰叫你們和紀先生作對 紀先生要你們的命 師父 走 走 走 師父 你剛才說有多厲害 我現在知道他有多厲害 你先走吧 不行 這麼多人 我怎麼會先走 那怎麼辦 兵分 阿龍 分了他們 我們去哪裡會合 我們去哪裡 去京城 那就京城了 好 來 這邊 好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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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tricted 快走 快走 走 快快 走 不知跑到哪兒去了 走 好 走 你醒了 是阿狗救你回來的 你休息一下 娘, 你吃吧 你也吃吧 來, 多吃一點 娘, 你也吃吧 來, 吃這個 大口吃 傻小子 娘, 你也吃一點 好不好吃 好吃好吃 娘 娘, 我找到他們了 真的嗎 真的嗎 真是天有眼 我們都等了三年 終於等到今天了 太好了 好了 別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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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不吭了 你真是老公 我很想很想 好, 想不開心 震製了 有天 風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多謝你和九哥救我 我有事先走了 好 對了 九哥呢 阿婆 九哥呢 去柴房 九哥 九哥 阿婆 我走了 多謝你救命之恩 我已經承辦完事之後 我一定回來答謝你們 爸爸 阿婆 保重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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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辦 九哥 你救我一命 何來你這麼傻 阿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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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告訴我 阿婆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和九哥何來這樣 你還記得是幾年前的事嗎 那時候 我很難才幫到阿狗 娶了個妻子 還以為可以按舉來業 想不到 一旦之後 那個女人整天都賣的 什麼難聽的說話都說出口 搞得所有人都知道 我們現在沒有一日按鈴 但是 我們阿狗都繼續忍拒 那個良心狗肺的女人 竟然就不滿足 和一個傷人偷偷地走走 我們去高官 但一直打聽不到他們的下落 前幾天 阿狗的一個朋友 無意中 在上河而發現了他們 他們把他抓回衙門 可惜 他們走了 不是 那時候 我們還以為蒼天有能 讓我們阿狗出了一口氣 想不到這個女人 借了一個壯軍 那種鬼顛道是非 像黑的搞成白的 就連緣軍都不夠他這樣 他就放了這對姦夫淫婦 你說我們阿狗 老婆被人搶走 都不可以討回公道 還要捱斑折 真是生不如死 天理何在 老婆 老婆 那個初幾 十五 十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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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一 一 五 一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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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超聖宋, 林世傑 你是南莊王宋世傑 沒錯 九哥, 你不介意的話 這件事我為你抓住 進去 你想幹甚麼… 放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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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麼搞的呀 宋先生 宋先生 他們是甚麼人 這個藏軍派出來的烏鷹 我已經成為了給你打官司 他們到處找你 你的腳都受傷 你拋頭露面幫我打官司 萬一被他們發現 九哥 我答應過你說 你這件事我幫你拿著主意 我就會做得到 你不用擔心我 這人說 喜鴻是陳義雄的藏師 他既然是陳義雄的藏師 為何還來找我 那你跟他說了甚麼 我只是把這件事的來龍去問 告訴他 還有 還有甚麼 我說我請了宋世傑幫我打官司 他是來做貪子 這就是難怪 你是不是知道了甚麼 你是不是知道了 有甚麼不怕說 我表弟寫信說他路上受了傷 或者不可以準時蹈跡 他們是不是在路上發生了甚麼意外 這件事是你說的 我沒說過 豈有此理 陳義雄多學理 想不到你們竟然是這麼卑鄙 難怪我表弟到現在 還不肯現身 陳兄 我看這場官司你還是不回答 他們出賣這些狠招 真的是防不勝防 難道我不能以其人之道 還折其人之身嗎 這裡是京城啊 別引火自罰 原本我表弟來信說 就是想我幫他出口氣 我明白了 你是想借我的兵 我沒這個意思 好 我的人一定為宋世傑保守的 謝謝陳兄 爹 你又在這裡看什麼 怎麼經常拿著來看 這份是宋世傑 以前寫的訟詞 他寫的訟詞有什麼好看 陳家的官司搞得不好 這樣就要上公堂了 他寫的訟詞有你寫得這麼好嗎 我就不信了 不是誰寫得好不好 是知己知彼 那你看到什麼 宋世傑厲害是厲害 但是他有一個缺點 什麼缺點 殺力氣太重 你們是什麼人 宋世傑叫我們來送你們歸身 我娘來了 看你們怎麼辦 我娘來了 看你們怎麼辦 我娘娘來了 我娘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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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尚人來了 我娘來了 尚人來了 也許你急 尚人來了 我娘來了 說你急 尚人來了 死我了 收人了 我娘來了 叫我 我娘來了 算了 到你來 你打得了 好 sponsorship 打得好 怎麼打我 老頭子 打得好 打得好 硬人打得好 夫人 你真厲害 真厲害 他們是什麼人 為何要殺你 他們說是宋世傑派來的人 怎麼是他的 一定是怕打輸官司 所以派人來暗殺爹 閉嘴 哪裡會有人暗殺人 還會說我是誰派來的 蠢才會這樣說 這件事有缺乏 有什麼缺乏 老頭子 老頭子 爹 有什麼缺乏 我還沒想清楚 這件事總之有缺乏 那你怎麼知道有缺乏 聖誕 聖誕 我送你 宋小傑 門官對此案已作出盤決 你要翻紅 如果沒有新的證據 你是要受罰的 不知 那你還能不能翻紅 能翻呀 怎麼這麼浪費 大老爺 你時間才行 開玩笑 找到宋室的結論 去哪兒 在裡面 大人 大清論是寫得很清楚 竹奸必須在床 所謂竹奸在床者 就是必須要在竹奸的當時 抓住一對通奸的男女 在奸所之內 作通奸之行為 這樣才能構成通奸之罪 但是 當阿九遇到這位夫人 和這位商人的時候 他們穿着衣服 站在街上 根本沒有做通奸的行為 好像捉奸 既非當時 場地亦非奸所之內的情況 又怎麼可以以捉奸論罪 既不可以以捉奸論罪 又怎麼可以以奸夫淫婦之罪論資呢 請大人鑒別真相 安律判決 大人 他分明是狡辯 他原本是我的妻子 他和這個男人逃了 可不是奸夫淫婦是什麼 他真是 閃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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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傑 你有沒有話要說 宋小傑又怎麼樣 判罪是要看倫敵的 你以為你是宋世傑 大人 我真的有話要說 其實整個案子非常簡單 非常清楚 也非常容易明白 但是你們也知道 這位 一定是奸夫 而這條這麼胖的 玉團一定是淫婦 只限於律例上所寫 竹間不一定是在間鎖之內 當時捉過 才叫竹間在床 問題在這兒 大人 你困在間鎖 和當時這四個字 你才不敢判案 怕你的上司反駁 又怕不會殺不保 你胡說 一點也沒有 這樣吧 我幫你寫一份判詞 保證你上司不反駁你之餘 說不定是升官的 豈有此理 你敢幫本官寫判詞 這叫三人行 必有我輸 今天我教你 明天你教我 有什麼所謂呢 就這麼決定 拿著 來的了 他…他在這兒幹啥 阿哥 阿哥 沒事了 沒事了 你看看 阿嫂 好 好 好啊 嘻嘻嘻 范婦人五樓氏 犯人召通 聽判 范婦人五樓氏 不敢加焚 背富偷漢 蒙人私賓 倫理皆知 本官誓查大清律禮 逐間在藏一條清楚寫明 逐間必須築在奸所 竹在當時 先可以倚罪 本官以為 姦夫淫婦 涉婦意圖 姦所不定 因此 若問姦所何在 則到處皆為姦所 有犯人狂走多時 狗命不獲 所以 詐見逆職當時 因此 本官以例 看姦夫淫婦 攪監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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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讓姦夫淫婦踏入大陸 謝謝青天大陸爺 謝謝青天大陸爺 真是藏天有眼 太好了 宋先生 來 宋先生 宋先生 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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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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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金華蝦 我請各位鄉親 來我們家吃飯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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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吃飯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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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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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看看先生怎麼樣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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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樣 先生 老爺 你在哪兒 老爺 你在哪兒 誰賴我 我就打誰 老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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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聽到無憂 他在叫 無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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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幹什麼 無憂 我受不住了 你叫什麼 我受不住了 我想茅房 換衣服 洗澡 他們都像鬼一樣跟著我 我真的受不住了 給我停 你在這兒叫什麼叫 把你爹和你娘嚇到命都沒了 以為你出了什麼事 那也是為你好 好什麼好啊 這種生活都習慣不了 還叫 老頭子啊 那怎麼辦 不行 這件事我絕對不會放棄 既然有人要殺我 我也沒什麼好害怕 我看他們可以怎麼做 宋世傑 宋世傑 你既然要威脅我 我就儘管和你鬥啊 爹 宋世傑 你別這樣了 老頭子 你可以將我怎麼樣 老頭子 爹 爹 老頭子 你別去 爹 你想幹什麼 老頭子 你給我回來 老頭子 爹 爹 老頭子 你別去吧 老頭子 有什麼 老頭子 爹 你怎麼樣 爹 老爺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爹 爹 我有什麼事 有什麼好害怕 爹 爹 我嚇成這個樣子就 老頭子 關門 誰有事呢 爹 老頭子 爹 老頭子 真是豈有此理 爹 豈有此理 我要去報官 老頭子 你別去 是啊 別去 不是報官等於送死 是啊 爹 他們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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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什麼黃法 爹 不要 你說這樣怎麼算好 不要啊 他送世傑 殺不了我 我每天天靠都要躲在家裡 你說陳家的官司怎麼辦 是啊 不可以這樣等下去 我要想個辦法才行 不要啊 老頭子 不要啊 不要啊 紀學禮再厲害 走不出隱仲居 是他拿什麼打官司 紀先生和我們是世交 想不到今天會去到這個地步 是他不仁在先 就不要怪我們無疑了 陳兄 因為你責心人口 才想出這個辦法 把他找到隱仲居 這也是孫子兵法中所謂 不戰而屈人之兵 陳兄 這場官司 你算是贏了 爹 你這樣有用嗎 是啊 當然有用 宋世傑不讓我來見他 我就請他來 這叫反客為主 你請他們兩兄弟 不是白費心機嗎 如果他們兩兄弟聊天 就不需要大公司了 夫人啊 你就放心吧 無憂 你去找人 把這兩封信分別送到他們兩個手上 送信的人會不會有危險的 夫人 不會 不會 我分析 要殺我的人 絕對不會是陳義雄和陳大雄兩位兄弟 他們的爹和我是自交 想殺我的一定是另有其人 那你又把握他們兩兄弟一定會來啊 他們兩兄弟只要讀了我的信 就一定會來啊 喬解今天之群 化解這場官司一定要這樣做啊 紀先生已經和陳大雄商量好了 陳大雄他願意讓步 紀先生要我去他家商談世節 好 只要陳大雄願意讓步 其他的就好說話了 好 好 紀先生已經成功說服陳義雄讓步 只要他肯讓步 什麼都好商量 好 這不對 我一直監視紀學禮 他都一直沒有出過我 這個陳義雄都沒有去過他們家 他憑什麼說服陳義雄啊 我還收到一個對你不利的消息 就是紀學禮和陳義雄都花了銀兩 賄賂衙門 什麼啊 真是豈有此理 我估計紀學禮說陳義雄願意讓步 約你出去談判 那是緩兵之計 沒錯 你說得對 我表弟宋世傑足智多 如果他願意出來幫我們出主意 那就太好了 對了 他什麼時候回來了 你有沒有他的消息 那我應該怎麼做 宋先生 為今之計 只有揭破他們的奸計 罵到他們狗血能打 讓他們知道 你也不是好東西 沒錯 我就聽你說 嗯 記住 無論他們說什麼 都是編局 陳先生請等一會 老爺很快就來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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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會 我們老爺很快就來了 陳兄 要你久等了 來來來 請坐 依侯老大 李先生 要你久等了 哪是呢 請坐 陳二號 你給我出來 陳二號 你好卑鄙 表面要和談 林中就送錢賄賂衙門 你以為我不知道 有沒有含血噴人 要不是紀先生寫信 說你願意讓步 我根本就不會來這裡 廢話 是你寫信給我 說願意讓步 引我來這裡 我早就知道 是你們的奸計 我要揭穿你們的陰謀 我要讓你們知道 暗箭雙人 沒那麼容易 大豪 站住 誰暗箭雙人 封信上寫得清楚了 你自己看 好 紀先生 這封信是你寫的 是 是我寫的 那我這封信也是你寫的 沒錯 是我寫的 你為什麼要寫這些騙人的信 要 要 要兄弟 夠了 紀先生 我請你幫我打官司 你一直寫不出訟詞 我可以原諒你 都可以忍耐 我知道 你因為不敵天理 至尊心受損 但是我慢慢想不到 你竟然用這種假話來騙我 我對你自己忍目可忍 你太傷了我心了 現在我正式跟你說 我決定寧情高明 啊 告辭 你也別給我耍什麼花樣 我們放告之下 衙門相見 好啊 衙門相見 你 你幹什麼 爹 你沒事吧 你別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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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夫人 夫人 我又怎麼會嚇你呢 我跟你們說 我今天 我今天連環雞 他們今天來這裡 敬得蛇 那是順天做我 傾蛇 那我也成功了一半 你呀 你人養馬番 還成什麼功 我的乖女 事以物成 疏以失敗 這件事 如果說出來就不明白了 好啊 等到最後有了結果 你自然就會知道了 不行 我已經明確跟紀學禮說了 我要令請高明 宋先生 你就不要再猶豫了 如果我要答應你的話 其他人一定會說我是小人 那也是紀學禮無能 怎麼可以怪你呢 陳兄 你要我做你的訟師可疑 但是 你一定要聽我的主意 那當然 好 這場官司我幫你打 那太好了 快請 快請 好 好 再過幾天就是放告人 你表弟宋世紀 都要一點音訊都沒有 我可以幫你打官司 但是 你一定要聽我的 否則 我不可以擔保你一定贏 那當然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 啊 看看吧 賣福的人全部走了 嗯 陳義雄她已經決定寧請高明 那些人對付我也沒有意思了 那我們豈不是恢復自由 老弟子 你真是可以的 爹 我們沒事了 我明白了 你們特地找陳家兄弟來和談的 就如你所說 就算失敗了也成功了 真是太好了 其實呢 只是成功了一半 還有另一半 還有另一半 爹 還有另一半是什麼 還有一半是什麼 什麼呀 快點說 這麼 廣告日之前 陳義雄她一定會再來找我 為她打官司 有什麼好能啊 是啊 山人自有標計也 宋先生 府運大人 他什麼時候才會來啊 他剛剛派人通知我 他有些事 今天來不了 你放心 這些銀票 我一定送到府運大人的手上 有了這一千兩 陳大雄他肯定沒有辦法 陳兄 此言差異 我知道陳大雄都送銀票給府運大人 你這些錢恐怕不夠啊 他出多少錢啊 我聽說 他出多少 我出雙倍 五千 行 我出一萬 是五萬兩 什麼 你想想 你想想 你想想的 他自然也想到 他出價 會低過你嗎 行 你幫我傳告府運大人 只要贏這場官司 我給他十萬兩 好 陳兄果然是一個辦大事的人 一出價就非同凡響 始終錢財乃新外賣 有了江山 你怕會賺不回來嗎 只要贏到這場官司 花多少錢 我都無所謂 告訴我 他陳二雄出多少錢買通衙門 這個 你說 他出多少 我出雙倍 好 只要有你這句話 府運大人那裡肯定沒問題 九哥 要不要休息一下 不用 沈先生 我怕耽誤你上京的時間 誰啊 要你們兄弟手足幫忙 推我上去 我真的改成他 這樣是應該的 宋先生 你對我有恩 幫我打官司 還耽誤了上京的行程 所以我和我娘一直想辦法 看看如何去你平安上路 順利到達京城 話說回來 我早就想好了 只要我每次說 宋先生 你太客氣了 我一開始以為 我想的是個笨方法 說出來你會笑我 想不到你和我想的是一樣 還有他們幾個 我不能以為他們不會來的 我跟他們說是宋先生 你看他們都來了 所以你也不信了 古人也好說了 丈二妹多了陶九妹 阿九 陶九妹是說你 是呀 所謂古人說的話 你一定要聽 九哥 我不是這個意思 宋先生 這句話我聽得懂 我明白 京城 我們宋先生來了 是呀 最初的盼望 最好我們面對的場上 雲雲重生的故事某一段 如果不為難 如果不為難 心中千言真念念不忘 也許還可以 一面面一忙 只怪我們不懂 時時的放手 讓愛越來越濃 每一種光影都千言主動 對方的所有 還沒說出過的挽留 還沒有標的的眼眸 都成了我們熱紅 無法釋懷想念的藉口 但許這眼神時候 都像溪流 滿懷懷懶懶的愁風 花落雨停天的兩頭 渺渺寂寞